近日,多位澳门人士接受媒体采访,介绍澳门回归20年来的立法普法工作进展情况。 澳门特区政府法务局局长刘德学介绍,自己在回归前就从事澳门的立法工作,20多年来,他见证了澳门的立法工作发展。 20年来,在法治建设方面,我们以落实基本法的配套立法,完善社会民生法律,推进重点立法项目,作为立法工作的总方向,并且与立法机关保持紧密的沟通,相互协调配合,共同持续优化和健全完善特区的法律体系。 那么截止到2019年的11月,我们总共制定了290项法律,628项行政法规。 那么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生效,对于特区发展经济,改善民生,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,起到了积极的保证的作用。 2009年3月,澳门特区根据基本法规定,制定颁布维护国家安全法。 从维护国家安全法在2009年3月3日实施以来,世界急速发展,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, 但国家所受到的安全威胁和挑战也越来越严峻,不仅包括政治、军事和国土等传统领域的威胁和挑战, 还扩展至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科技、信息、生态、资源和海外利益等非传统领域。 澳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也当需要与时拘禁。 近年来,为关注青少年发展,推进法律法规在青年人中的普及工作, 司法警察局专门成立关注少年组,通过系列活动,让预防和打击犯罪工作走进校园,走到青年人身边。 透过我们同事到大众学校和大军院校推广预防和打击犯罪宣传工作, 特别在2009年以后,成立这个维护国家安全法以后, 我们通过这个途径,把我们在预防还有宣传维护国家安全工作, 带入学校里头,效果非常好, 对于青少年的发展也有带来一定的帮助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